有意参加民选总统选举的陈庆亮表示 自己有担任直总英康总裁的经验 如果让他管理新加坡外汇储备 他会至少做得和政府投资公司一样好 直总英康前总裁陈庆亮 今天走访盛港一家咖啡店同居民交流 另一名有意竞选者黄国松早前指出 部分人选还没有证明他们是否了解 怎样保护储备 陈庆亮答复媒体询问时指出 直总英康在他加入时拥有2800万元的资产 在他30年后离开时资产已达170亿元 他表示这意味着他知道如何增加资产 陈庆亮表示自己是政治体系外的独立人选 他希望把关注点放在寻找解决生活成本高涨问题的 解决方案上 陈庆亮也表示如果当选他希望能同政府合作 而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